富贵人 容易造罪 自己不知道 尤其现在人 不相信父法 不相信因果报应 不相信有来世 什么都敢干 问题真严重 不得了啊 这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假话了 佛陀慈悲 苦口婆心 为我们说明 六道轮回的状况 造业生亡 我们要感恩 要恭恭敬敬的听 要接受 统统接受 断我修身 不但这些我不能再造了 念头都不能通 见到一切众生 我看 我们自己看清楚 看明白了 想通了 真正是 断一切我 神一切人 时时时时时刻刻 存着帮助别人的心 帮助众生 利苦的 这个念头 与佛道 与佛道相应 如果还有怨恨人 错了 怨恨恨人 你 你对他的伤害 三分 自己将来承受 因果报应 七分 别人毁报 别人陷害 障碍 障碍 都要原谅 甚至于陷害 都要原谅他 为什么 他可怜 他不了解 似是真相 我们原谅他 没有报复的念头 没有伤害他的念头 但是 他造的这个业 信罪 本身就有罪 他还是要赌 这个没办法的 就像张太炎先生 参观 泡落的地狱 小鬼带着去 到现场 他看不见 他在恍然 明白了 佛经上说的 他没有这个业力 他没有这个业力的时候 你就看不到 地藏经上讲得很清楚 地狱这两种人见到 一个是受罪的 是他的业力 变现出来的 另外一个是菩萨 他得度的原道了 菩萨不会舍弃 菩萨会到地狱里去度他 小根仙地 从地狱里头 把他度到出身头 或者度到 人到天头 净土是样跟成熟 他在地狱里头 有人提醒他 他能够记得住 他能够发愿 在这个时候 发愿 求生西方 极乐世界 你一举阿弥陀佛 他就能超越 地狱苦 菩萨没有舍弃 没有舍弃地狱 莫归苦 出身苦 那祝福菩萨 硬化在其中 去教化他们 应一什么神得度 就献什么神 看他的山根福的英语 应该教他什么法门 就教他什么法门 所以 佛没有一定的身相 没有一定说法 没有定法可数 完全是 随众身心 因素质量 要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自己对于佛法 特别是对于尽做 要充满信心 绝不怀疑 世间人情随物 随分就好啊 随分让大家身换喜 自己有没有得利益 有时候有 有时候根本就没有 不管有没有 都欢喜 学着 不受外头境界干扰 这个好啊 外境干扰 我随遇 受不受呢 不受 不受的是 那些干扰 自己没有感觉到 这是真的 信心要足 决定不能有 丝毫坏意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阿 你 佛 偷 左